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财经新闻 我是沈维彤 这开始有带您关心 美国十二月CPI数据显示 对未来一年的通膨预期 是降到近三年来的新低 美国公债殖利率下滑 激励美国科技股七巨头上扬 包括挥达大涨百分之六 另外费办指数上扬百分之三 台股方面今天一度是跟随美股大涨百点 重上一万七千六百九十四点 不过后续卖压涌现 加上传出燕门运动与航商达成协议 导致国内货柜三雄股价暴跌 抓紧指数中场是下跌三十七点一七点 以一万七千五百三十五点四九点作收 但你看到荷兰半导体设备龙头艾斯摩尔 传出即将接任CEO的福克 近日将帅公司高层访问台湾 对象包含台积电以及相关供应链厂商 专家分析艾斯摩尔此行 可能讨论产能分配 以及次世代的EUV机台 也凸显跟台积电的紧密合作 动成数十亿美金的EUV设备 送上飞机准备再往亚洲 最大买家就是台积电 荷兰半导体设备巨头艾斯摩尔 近日传出将帅团来台 除了现任执行长韦尼克 4月24号将接长总裁 暨执行长的福克也在高层名单 展出将拜访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 图现双方未来将持续紧密合作 目前艾斯摩尔的EUV机台的年产能 大约是60到80台左右 所以说这一次艾斯摩尔新任的CEO来台 当然是要先协调这80台的一个产能 要如何的配置 然后也许台积电是最大的客户 所以可以得到一个优先的协商权 台积电从7奈米开始导入极紫外光设备 5奈米3奈米则是全制程采用EUV 更是艾斯摩尔最大客户 尽管艾斯摩尔因为正处兼末期 对相关消息并无回应 产业专家分析艾斯摩尔此行至少几大目的 一方面为弥补中国市场下滑 寻求扩大在台湾半导体设备销售 此外聚焦EUV机台产能分配 以及进入埃米世代更先进技术机台合作 日前英特尔率先取得次时代高孔数EUV曝光机 台积电是否跟进购买 不过专家认为台积电策略较为审胜 或将在2026年旗下的1.4奈米A14制程导入之后 才会进行采用 新唐人亚的电视高教人沈维彤 台湾台北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 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的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 共和党籍主席盖拉格 以及首席议员 民主党籍众议员克里舌纳穆希 这个月5号致信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表示半导体成熟制程 是现代经济和现代军事的命脉 呼吁美国政府结束美国 在半导体成熟制程方面依赖中国 和英美逐步切断与中国的半导体联系 8号欧洲媒体以欧洲晶片新创公司 规划没有中国的未来为题进行报道 欧洲企业家开始调整策略 因应西方国家对中共的贸易限制 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重要的关键角色 根据彭博经济研究估计 台海开战将付出大约10兆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310兆的代价 相当于全球GDP的10% 效应远超过俄乌战争 新冠疫情和全球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 台湾生产全球大部分的先进晶片 而台湾海峡也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 报道指出 如果台海发生冲突 美国GDP将下降6.7% 而全球GDP预计下降10.2% 而彭博报道 台湾本周六的选举结果将是关键时刻 即使投票结果不会立即的引发危机 但仍将界定两岸关系走向 台湾2024大选结果 攸关震惊局势 我们请教淡江大学经济系教授蔡明峰 在西方各国针对中国的去风险化 一旦台湾选择拥抱中国市场 会带来哪些风险 而对于台湾与西方国家的经贸连结 是否会带来阻碍 进而影响台湾加入CPTPP等国际经贸组织 这部分您怎么观察 我想如果台湾再重新再跟中国做更紧密的连结 或像某一些特定的这个政党候选人 他们偏好说再重新拥抱中国的市场的话 那面对的风险大概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层面其实就是完全是中国的内需市场 也就是台湾有一些人希望可以有所谓的服务业的贸易协定之类的 那在中国整体的一个经济环境持续往下 我们可以看到他上证的指数2900点 这样持续的由3000这样持续往下突破 整体的一个股市的动能是一直持续在消失 这个跟他宽松货币政策其实是有很大背离的 那第二个就是这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房地产问题持续未解 那这些严重的问题 其实在北京的这个光号管理学院 他们所出具的今年的报告 由这个颜色教授竹笔的其实都有提到 那最重要的是因为房地产还有这个股市 占整个中国居民他们的一个财富的比重 高达六成以上之多 所以当房地产也没有价值了 当股票也没有价值了 那他们的一个所得的财富效果就会大幅的降低 自然也就会使得中国内需会持续往下掉 所以要拥抱中国的内需市场这一块 是我想是不可行的 第二块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台湾在这几年其实以以为傲的是我们台湾的半导体 那以以为傲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台湾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 一样就做债工 那台湾是可信赖的 中国是不可信赖的 如果台湾跟中国又靠在一起 对外国人来讲 对美国人来讲 对日本人 对欧洲人来讲 他们都会觉得说那台湾跟中国没有两样 那一旦台湾跟中国被认为没有两样 或搞不清楚 其实我想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台湾跟中国有什么不一样 甚至还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但在这几年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 台湾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台湾在跟中国靠拢 那一样的道理 美国对于中国的科技出口管制 日本、欧盟、荷兰这些国家 他们对于中国所采取的经济安全的相关保护措施 都会变成针对台湾而来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自然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的先进制程 持续研发的动能也就会往下掉 所以就会使得台湾最重要的半导体优势 也就会不存在 那这对台湾整体的一个经济伤害都会很大 那半导体一旦优势不在 这些厂商持续在台湾设厂的必要性自然也就会降低 所以外资也不会进来 那会让台湾跟世界的连结就会减少 那就不会再变成说世界的关键字会有台湾 台湾的关键字会是世界 那如果台湾跟这些世界主流国家的接轨都减少了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台湾一直以来我们希望可以加入所谓的CPTPP 那我们要加入CPTPP 所以我们去跟加拿大签订了这些相关的投资保障的贸易协定 我们也跟美国在进行21世纪的这个贸易的倡议协定 那如果台湾又再走回去跟中国扰路 你就没有资源放在跟先进国家 在继续谈判的这个这个路径上面 那对我们加入CPTPP的阻碍一定会提高 这对台湾长远的经济的发展绝对是不利的影响 我们谢谢蔡教授的分析 这里看到中华民国财政部今天公布去年12月的出口数据 为399.4亿美元年增11.8% 优于市场预期 而去年全年出口约4324亿美元 年减9.8% 但规模仍是历年的第三高 而展望2024年金部长王美花上午在立法院受访表示 人工智慧来临 晶片 伺服器等都有很多需求 再加上电动车以及奥运题材 有助国内景气 好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 不论结果如何 外界预期美中科技战以及去中化政策将延续 台股上市贵公司是陆续前进新南向国家布局 数据指出在1806家上市贵公司中 合计有626家公司有投资新南向国家 约三分之一的上市贵公司是前进布局 投资金额就超过新台币1.6兆元 而因应美中科技战延续 新南向政策对电子业是更加明显 有分析指出 台厂前进新南向 对了顺应国际情势以及符合客户要求 并且生产成本较低 也能提前卡位庞大的东协内需市场 南韩大厂三星公布2023年第四季获利 季减35%是连续第六个季度下降 低于分析师的预期 反映全球消费电子产品需求依旧疲软 三星计划将推出首款人工智慧手机 希望带动今年的营运复苏 美国亚特兰大联储银行总裁 博斯蒂克周一表示 估计美国联准会 今年因降息两次的看法不变 第一次降息因是第三季 美国上周公布去年12月的非农就业报告 反映就业市场仍强劲 苹果将在2月2号公布财报 执行长库克将线上回应提问 iPhone 15销售和Vision Pro的预购状况 生成是AI进展 印度产能布局和中国市场等议题 将成为关注焦点 今年第一周 iPhone在中国销量下降30%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放弃蚂蚁集团实控前 中国央行称 同意支付宝变更为 无实际控制人 这项讯息很快就引发市场热议 由于论证为 拥有10亿用户的支付宝 可能要被中共国有化 新唐人也在电视整理报道 来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国内代工大厂广达 2023年全年营收 以兆零856万元 年减15% 广达看好今年的AI伺服器事业 将有更强的成长动能 另外 研华去年营收达到645.68亿元 年减6% 展望今年 期许今年重返成长轨道 而电动车大厂Gogoro电动机车 近期出现的部分的电池电力供给异常 Gogoro表示 预期将针对受影响的车辆 提出自主性的召回计划 逐步取回8万颗电池 另外去年高雄汉神两管的业绩 冲上309亿 成长率达到14% 此再创历史新高 另外来关心 国内第三方支付业者 绿介科技8号宣布 与开店平台Shopeline终止合作 而绿介表示 主因质疑背后可能有中资背景 担心平台资金的流向 以及用户数据和资案问题 面临潜在风险 因此依照法律规范 终止合作关系 对此金部长王美花回应 投审会已经用最快的速度 启动调查 因为涉及到中资的话 我们昨天投审 已经用最快的速度 来启动调查 那也会发喊来询问 绿介科技指出 进行客户年度尽责调查时 发现开店平台Shopeline 目前为新加坡商JOYY公司 在2022年所投资 而JOYY公司是中国大陆欢聚集团 绿介依照现行法律规范 终止和商线的合作关系 而Shopeline则回应 在台湾的核心营运以及服务 皆由台湾团队提供 业务运作都符合台湾法律规范 随着台湾大选逼近 高端疫苗是再度成为选战的攻防焦点 立法院临时会邀请行政院长 陈建仁专案报告高端疫苗采购案 由微服部疾管署发文 见请高端同意提早解除合约保密 而高端回应表示 将依法召开董事会讨论决议 全球规模最大的科技盛事 美国消费性电子展CES即将登场 人工智慧应用成为主轴 下节新闻我们带您了解 欢迎回到新唐人财经新闻 来看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首先看到彭博社报道 2024年开局惨淡 中国股市下跌到5年低点 纵石报报道 发现螺栓松动 博音737 MAX危机扩大 华街日报报道 老虎物资与Nike结束27年的合作 另外日本产经新闻 为了因应2025年大阪关西势博 关西国际机场预计将起降量 增加至30万次 是目前的1.3倍 好但你看到 今年美国消费性电子展CES登场 美商大厂超维会打师 竟向端出新品 超维执行长苏兹峰定调AIPC的产业前景 也宣布跟多家大厂合作 另外回答也展示了最新款的显示卡 具备强大的AI生成式影像机能 美国消费性电子展CES成为科技大厂对嘎战场 抢在开展前 超维发表Random RX-7600显示卡 机体配置由8GB大幅提升到16GB 着眼AIPC产业大爆发 扩大跟微软 Adobe等大厂合作关系 MD率先将专属AI神经网络处理器 NPU的运算力 导入桌机处理器成为最大亮点 力头老大哥挥达也将焦点锁定AI 新款GeForce RTS40系列 大幅提升记忆体频宽 具备强悍运算效能的同时 更吃惊的是惊人的AI图像生成能力 Ai趋势不容忽视的还有车用领域 会打与重量级合作伙伴 宾士等大厂合作 破天荒跨入宾士车自动驾驶领域 新手3D设计软体大厂ANSYS加速自动驾驶汽车开发 也建构线上选车系统 常委也不妨多让CS期间 推出AI系统单晶片Ryzen 迁入式B2000A系列处理器 以7nm制程技术打造 协助车厂实现多元化的AI应用 CS2024确立科技风向 AI运算力加速发展 也让汽车不再是一款交通工具 新唐人亚太电视 持天林沈为童 台湾台北整理报道 今年人工智慧浪潮席卷CES 韩国电子大厂三星以及LG 也公布AI新产品 就出最新的创新应用 三星再升级人工智慧助手BOLI 在今年的国际消费电子转CES亮相 除了作为家中智慧电器的管家外 BOLI还是行走的投影荧幕 也可以实时监控家里情形 三星以所有人的AI为题 发表公司新产品 同时三星正邦推出AI荧幕 AI动画灯墙技术使视觉效果锐利化 这个萤幕同时可以根据背景噪音分析 调整语音轨道 人工智慧贯穿今年的CES大战 韩国另一家电子大厂 LG也在转览前夕介绍 介绍正在开发的LG AI Brand LG推出汽车解决方案LG Alphaware 打造车轮上的生活空间 驾驶一进到车座 车子可以马上智慧辨识驾驶对象 展示个人化的控制界面 也可轻易监控家中动态 LG计划持续加强SDV能力 挑战打造业界领先创新SDV 新团野太电视 持千里 曾心敏整理报道 好 今年CES将在美国时间1月9号 在拉斯维加斯正式登场 7号的战签记者会中 人工智慧以及机器人的应用 是包罗万象 像是运动科技 睡眠耳机 还有宠物陪伴机器人等 而今年的CES 就有超过4000家科技厂商参展 规模盛大 预计将吸引超过13万人参访 一年一度的美国CES展览 在拉斯维加斯拉开序幕 今年总共约有4000多家厂商参展 各家厂商在展览情间 进行新产品发表 展示最新研发技术 今年产品多聚焦在AI 机器人 虚拟实境 尤其是深城市AI的创新运用 在展场上有许多创新设备 例如这款戴在额头上的耳机 它的作用是可以帮助入眠 另一间公司则是看准宠物商机 推出一款宠物陪伴机器人 它不仅能监控宠物的行为 还能发射玩具球与狗狗互动 让狗狗在家不无聊 除此之外 还有厂商展示穿戴式外骨骼装备 它的专测跑步的姿势动作 进而增强运动表现 今年展览的重点放在深城市AI的运用 包括针对视障人士的设备 可以评估生命运气象的脸部辨识 到自动驾驶汽车内的车内监控系统 这些产品都将大幅增加消费者体验 新唐人亚特电视丁雅娜综合报导 今年高利菜供应量大增导致市场价格下滑 那我会表示天气转冷之后需求将增加 下期新闻我们带您了解 再回来 民生消息来看到 现在正值高利菜采收期 而今年高利菜供应量大增 导致市场价格下跌 像是彰化一名菜农 种植四分地大 约14000颗高利菜有待收成 不过如果采收不敷成本 它决定将农地开放 让民众以1颗10元的价格便宜自采 农卫部农粮署表示 目前高利菜的价格为5.9元 农民仍有利润 也有加工厂商进场收购 随着天气转冷价格稳定 不会有崩盘问题 来看到明天1月10号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首先美国公布11月的贸易收支数据 另外台积电公布营收 台素四宝业绩发表 以及南亚科法收贿 历程以及中美金集团年终记者会 以上是1月9号的新唐人财经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沈文宏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